而汇控我自己看 就是看回它的息率 作為我買入的原因 當然現在和之前見到60元的位置 我記得經常有人問 汇控63元 62元 好不買 那時說過60元 而這個位置在歷史平均是很吸引的 那時還說美國是在加息 也未說是不加息或是減息 現在都越來越像今年都不加息 昨晚出了美國經濟的學皮書 都看到經濟是放慢了 他們都說今年加息的機會 是慢慢都會減少的 是的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它真的60元的匯控未必會見得回 是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下一轉下這些位置 都可以買了 這個位置 大約63-64元左右 這個區間 我覺得橫行是可以的 因為它的息率應該都有 63元左右 大約63-64元左右 你再扣上 現在美國十年級的債 其實都是兩年多 其實你淨賺到四年了 是的 所以有了數 是吸引的 我想很多基金都會這樣看 所以汇控你不要期望它會大升 但是股價在那些位置 就應該穩陣 你拿息 譬如你拿匯控的 我想很少朋友都是短炒的 是的 你63-64元的位置 其實是可以留意的 最好是63元 因為都是橫行區間的底部附近 那花園了 還有沒有說其他股份的 當然有 記得訂閱民眾的YouTube頻道 讓我現在立即訂閱